还记得之前 卢瑟夫心患脑 内存爆满 不得不删除基于数据时 一段不存在的记忆 忽然冒出来 给他植入异脑的人 似乎隐瞒了什么秘密 他当初并非自愿安装异脑 而是被人修改了数据 这些疑虑一直营绕在卢瑟夫心头 但由于自己的异体经常住故障 卢仔想不出答案时 就会用 或许又是脑抽了吧 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最近他经常梦见一场爆炸 持续重复的噩梦 让卢仔疲惫不堪 迪曼娜建议 他再清理一次缓屯 这回由他来帮忙 小太阳会很温柔 期望缓屯后 卢仔顿时神气气爽 当晚睡得很踏实 一夜无梦 但他醒来时 开始发现不对劲 一脑显示屏 游览变红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不记得自己为何来到西瑞都号 而原本的卢瑟夫人格遭到了压制 只能在内心显现 自古红来出CP 当然也爱出神经 现在我们用红凯 称呼新占据卢仔身体的人格 用兰凯称呼原版卢仔 红凯为人非常幸福 原来跟卢仔谈过 四次恋爱的妹子 他见面就把别人骂过 兰凯无法抖回 身体控制权 只能期盼 同伴能够看出猫腻 然而红凯是个演技派 在迪们面前装成 清纯理工宅男 眼看着要交给原版戴个绿帽子 兰凯情急之下 一拳打在了一体上 没想到 小伙拔裙 迪们好心关心卢仔 要带他去做维修检查 红凯情急之下 一把推开这女人 弟们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卢瑟夫可不会对他如此出路 他赶紧联系医疗部 派救援小队出马 干部们也来带人 红凯看似乌特苍蝇 也要乱跑 其实已经想好了出逃计划 他躲开夏克斯的追捕 传送到了舰长的私人飞船前 眼看就要逃之夭夭 幸好夏克斯吃手不凡 追上了 一枪打晕了卢仔 把他交给了喵医生治疗 人擅自改造 过去的记忆也被删除篡改 但红凯还是保留了部分人格 一直藏在异脑里 企图掌控身体 所以卢瑟夫的异脑 才会经常出故障 十几年前 年轻的卢瑟夫是个精神小伙 年少轻狂 放浪不拘 在新联读书时 就开始打造飞船 参加非法竞技比赛 拿奖拿到手抽筋 赚的钱可以盾满宿舍 属于艾克那样的你公奇才 但正所谓 木秀玉玲封闭催直 鲁瑟夫因为经常接触地下黑赛 某一次遇到了一个神秘大佬 似乎撞破了大佬的神秘计划 被大佬当场炸到脑袋开花 买同医生 把他变成了生化人 眼下两个人格只能活一个 红凯 兰凯当然各不想让 毕竟这关乎生死也 红凯提议他们搞一场造飞船比赛 谁的技术更好 谁就有资格存活 兰凯满口答应 双方一阵忙活后 发现技术不想上下 红凯或许是少年奇才 但兰凯这么多年的基层工具人 可不是白混的 双方继续驾驶技术 红凯还嘲笑兰凯 说竞速比赛座位越少速度越快 你搞那么多座位 咱们只有两个人 不是拖累自己吗 然而兰凯自由打算 既然这是梦境 所有东西都能从记忆里幻想出来 那他们为什么不幻想出同伴们 发动有余魔法 众人失差火焰高 兰凯死打一 果然把红凯逼得节节败退 眼看着飞船就要爆炸 兰凯将红凯传送到了自己的飞船上 但红凯伤势太重 已经要咽气了 随着卢特夫急将苏醒 意识世界也越来越不稳定 年轻的卢特夫死在了成熟后的自己手上 他感叹自己一直没有领悟 同胖有多重要 当初如果不一味的当狐行侠 说不定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卢特夫恢复了意志 不再受到过去的幽灵人格影响 他同时意识到 自己当初确实卷入了一桩 惊天阴谋 不护除史诗星际舰队里的一名高级将领 卢特夫躺在病床上 度过了精彩的一天 小波二人奉命去搞地吹招生 杰克知道玛琳娜的脾气 警告他不准一个贪问 否则就把他调到偏远基地 玛琳娜怕了 认怂了 不论路人怎么冷嘲热讽 他都克制着脾气 而小波被人欠踏了军前 忽然老实人发飙 追着满大街的人马 反而为星际舰队招来了不少新生 大家都觉得 跟怒怼黑子喷的老顽固的军战 非常的酷 这一天 希瑞多号来到了星空九号 这座空间站靠近被酒重弄 这是往来第一第三项下的交通要导 因此发展成了重要的贸易疏宁 希瑞多号这则的任务 就是和Karima族人进行商贸谈判 说服他们停止冲突 把星空九号进行友好双变贸易 空间站的管理人基拉 既是弗里门的老熟人 又是夏克斯的老战友 在这行的接待了莱克 并和夏克斯竖起了战友情 这俩人有点奇葩的是 非得争论对方就自己的次数多 掰着手指一笔笔 气酸真的脸红脖子出 当然他俩不是本集故事的主角 最重要的戏粉 依然在小布斯人身上 换说深空九号有一家酒吧 老板是个卡大西人 名叫夸克 他发明了一种啤酒复制机 风味远圣不空复制机 在市面上广受好评 销量爆好 夸克克扣着技术专利 赚了不少钱 声誉越做越大 本集的故事舞台 这是夸克酒吧 舰长和指挥官们 忙着外交谈判 下层建员们写来无视 就各自在酒吧里消遣 玛丽娜受女友的邀请 去参加闺蜜事宜派对 在彩色箱子的烘托下 女孩们抱着枕头围缩在一起 聊自己藏在内心的秘密往事 玛丽娜为人一向直败豪赏 很不习惯这种小女生霸气 为了不伤害女友的感情 才硬着头皮参加聚会 小布这边小赌了几把 发现自己逢赌必赢 居然有当赌神的天赋 于是他越赌越开心 投注越来越大 卸得其他赌个牙痒痒 卢仔和迪玛本来只想 安安静静喝个小酒 不料一个利护座人 忽然跑来大讪 小伙子难得遇到老乡 现在异常亢奋 完全忘了什么叫边界感 他一个叫狂恺 利护座传统 偷盗抢劫当海盗 还秀自己的海盗套件 迪玛娜虽然在家里当小女王 但他并不喜欢异族的传统 甚至深以为耻 同乡小伙在卢仔面前 聊他的牢底 让迪玛感觉很丢人 他找了个做任务的借口 就要甩下小伙 不想那家伙一点眼里见得没有 继续死查烂打 家人们谁懂 绿皮下红男正烦人 总之主角四人各有各的事忙 舰长很卖力的劝说卡瑞姆人 还一个劲儿猛夸 夸克酒吧身意好 想让对方投资深空酒炮 本来千载男后的商机 无力不起早的夸克 突然憋了个心 非常抗拒让人参观他的酒吧 卡瑞姆人查看了 啤酒复制机后 忽然就翻了脸 直接绑架了夸克要跑 飞船直接送向了备酒重动 看样子想把夸克 保回第三项下 弗雷曼一脸懵逼 心说这群人都在出什么疯 把一个又矮又扯的卡拉西人 有什么意义 其实多好代表心底栏谋 面对这种事不得不出手 然而卡瑞姆似乎早有防备 逃跑的同时 开始攻击薛瑞毒号 最终导致整个空间站系统瘫痪 玛琳娜等人被困在了宿舍里 由于空间紧闭 氧气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群傻妞 只顾大哭大闹 又不愿意熄灭蜡烛 换做平时 玛琳娜遇到这种弱智 直接一拳揍上去了 但今天为了在女友面前表现 克制了脾气 女友看出她的顾虑 偷偷说 其实自己也看不惯这群女生的矫情 希望玛琳娜释放自我 我教训一下她们 玛琳娜大喜过往 直接投出巡尾枪 将所有人打云 包括自己和女友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 降低耗氧量 争取更多时间等待救云 只能眼看着凯瑞玛的飞船逃走 敌门三人此时 正在敌方飞船上搬雨 事发突然 出路又被封锁 正需要小伙 使出利用库做海盗的手段 解救大家 小伙却坦白说 她是地球人养大的西英 根本没学过海盗技能 刚才说了那么多 没有一点 迪玛娜长叹一身 强过小伙的海盗配件 施展出她隐瞒 许久的海盗功夫 多功能溜门撬锁 多功能溜门撬锁套装 片刻间就打开了门锁 敌曼娜身手了得 不仅轻松打败了首位 还拔下了敌人的金牙 用来当黑客害日的媒介 最终成功控制了凯瑞玛的飞船 弗里曼大喜过往 赶紧抓回凯瑞玛人 为他们为何要这么做 凯瑞玛人说 夸克的啤酒复制机 其实盗用了他们的技术 他们不是在绑架 而是在逮捕小偷 最终福利们调节了此事 夸克酒吧的七成收入 都要分给凯瑞玛人 夸克虽然比以前赚的少很多 但至少保住了酒吧老板的利纹 别人忙得要死要活 小布一直在赌钱 他每局都直接缩哈 终于在空间上遇袭 系统瘫痪是一把全是输了 小布完全不在意 他家里几百亩葡萄园 几百名漂亮的女婆 对钱其实完全没概念 而是在新机舰队服役 根本不需要花钱 任何东西复制机都能免费提过 呃当然妹子除外 以上就是新机迷航 下层渐员第三集 五到六集的传播内容 这里是藏医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下视频再见